记者葛又豪高中报道,高雄Hotel World饭店就大了,为仔细查证,去年底邀请一名自称德国米其林餐厅的主厨,到饭店举办米其林饗宴,结果遭网友批爆,这名主厨不是米其林厨师,只是餐厅临时工,饭店今晚受访时说,当时用餐的消费者可全额退费。 Hotel World今天在脸书致歉,但把责任推给媒体错误的报道,强调是看到知名电视美食节目与新闻报道爱走天涯的米其林天菜大厨,认为这位在台中逢假夜市卖蛋糕的弗拉迪,Vedemir Keller,有话题信,才邀请他合作。 于去年12月12日至18日来兰高雄举办米其林周,德国天菜大厨来上菜活动。 不过,这位冒牌米其林厨师显然没多大吸引力,一星期下来只卖了9万多块,以往餐一客1780元换散,约只有50个客人消费。 饭店业者坦诚,为事先求证弗拉迪在德国餐厅的工作经历,多数网友则认为饭店是推卸责任,纷纷留言说,邀请人之前自己也应该做身份的查证,不要把责任都推掉,不查证是否属实,现在要怪媒体。 Hotel W.O.蔡信经理今晚受访时表示,去年底米其林周来消费的顾客可平用餐组正全额退费,虽然发票不可能保存到现在,但只要有拍照打卡等相,观证明一样全额退费。 弗拉迪的台积庄姓女友反驳说,与饭店合作时,弗拉迪没有特别强调自己是米其林餐厅主厨,他也只知道弗拉迪曾在德国餐厅Koshu Kairu工作过。 这起冒牌米其林厨师事件会曝光,是因为热心网友向弗拉迪以前任职的德国Koshu Kairu米其林餐厅求证,餐厅回信证时,弗拉迪根本不是主厨,只担任过45小时的零食工。